哈喽,大家好,我是城乡科技的Ivan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 晶圆厂是如何来监控这些脑人的成立particle 工程师们是如何操作这台particle service game 最近大家常听到台积电要建造奈米级工厂 这不但是制程技术要世界顶尖一流 还得要花钱投资维护工厂无城市的环境 达到无城捷径的标准 上一集我们提到了particle service game的光学设计原理 那现在我们想要监控无城市内各式各样的生产设备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模拟晶片走一遍制造流程 最后让工程师来分析比对这模拟晶片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工程师会将一片新的洁净晶圆 先在particle service game确认晶圆表面量测的情况 记录目前的成立数值我们称之为前值 此时数值有可能是零颗或者是数颗成立 接下来工程师小心翼翼拿着这片以量测有前值的晶圆到想要监控的生产制成设备前面 依照生产制造的方式传送这片晶圆进入设备制造流程 等待制成结束送出这片晶圆来 看到晶圆传出之后 工程师再次小心翼翼地拿着这片晶圆至particle service game前 再次量测晶圆表面成立的情况 此时记录的成立数值我们称之为后值 工程师有了前值与后值可以比对分析前后的差异 就会知道晶圆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果数值没有差异很大 变化在规定之内工程师会判定整个流程 仍然维持在一个可控制的捷径环境 可以放心地继续生产制造 但是如果前后值差异过大 超出规定的范围 工程师就会开始追踪 是在哪一个制程环节出了问题 抽丝剥茧的侦查 一一比对分析 进而找到污染源的位置 确认污染源的位置 就必须解决问题 当工程师认为问题解决了 一规定 还是得确认是否真的把污染源解除了 工程师就会重新做一次前面 描述的整个流程动作 再次拿一片捷径的晶圆 至Service Scan测前值 跑一次制造流程 然后再到Service Scan测后值 因为污染源 成立都是极微小的项目 是肉眼无法直接看见的 工程师为了要掌控 无程式洁净的程度 确保生产设备 是在洁净无污染的状况下 每天都必须反复地 执行以上所描述的检测流程动作 如果一直找不到污染源的话 可能要做上数十次 甚至上百次成立追踪检查 因此 无程式的工程师 都必须要很细心 很有耐心 说到了光学量测 我们就必须提一下校正与标准片 上一集 我们做光学系统设计原理介绍时 有说到 散射光收集器 模拟人体肉眼系统 然后使用光电倍增管或工业相机 将收集的反射光散射光 转换成电压电流 送到电脑去处理 当然 这中间我们简化了许多有关 物理光学 电子学的反应过程 事实上 有很多地方 关于机构 关于电子元件 会因为时间的演变 机构的磨损 人为的操作 而影响PARTICAL SERVICE SCAN 这台设备的准确性 因此 我们必须定期 做校正工作 确保SERVICE SCAN 永远保持正确 精准的量测状态 有关校正的项目 这里我们不做详细的介绍说明 它的内容 不外乎光学系统的调整与定位 雷射光源的强强弱调整与更新 光电被针管或工业相机的校准等 关于这些项目的工作 请接洽业界合格专业技师的服务 校正的过程 一定会使用标准片 在半导体领域 大家公认的是PSL标准晶片 PSL是一种化学材料 中文称之 剧本以锡乳胶珠 它的特性是表面光滑 可定性反射光源 外形稳定 不易变形 有其标准追溯性 而且它的高活化性 当它被涂布在洁净的晶圆表面时 可均匀发散 不容易凝集结块 因此 作为标准例子 来比对一般成立的大小时 是一种很有效率 与精准的工具 PSL在实验室被制造时 已经被科学家制作成 标准尺寸大小的例子 例如0.204麦孔 0.496麦孔 这些PSL标准片 带着合格证书 一一被送到需要的工厂工程师手上 假设今天 晶圆厂工程师手上有一片 0.204麦孔 PSL标准片 就可以拿到PARTICAL SERVICE SCAN 实际量测一次 如果得到的数值 跟证书上面的数据一样 代表这一台SERVICE SCAN 跟全世界的SERVICE SCAN 一样精准 是个标准设备 但是如果量测的数值 跟证书上面的数据有差异 那代表这台SERVICE SCAN 需要做校正了 请接下专业的技师 来做校正服务 直到量测值 混合证书的数据为止 不过PSL标准片的保存 非常不容易 常常会受到外界环境温湿度 洁净度的影响 而受到污染 污染的PSL标准片 只能报废而无法再使用 建议工程师们 利用无城市内的洁净柜 或氮气柜 妥善保存 如果使用过程中 有觉得异样的情况 也建议寻求专业的技师来判断 好的 我们终于利用这三集的影片 介绍半导体工厂 是如何监控成立 以及如何使用particle server scan 来监控制程设备的捷径 要维护无城市的捷径 真的很不容易 工程师们整日 与这些看不见的成立为伍 誓言要消除污染源 这需要经验与技术 以及高EQ 要很有耐心 不厌其烦 反复地做同一个动作 来找出问题 希望工程师们 每天都能有个好心情 来到公司 最后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帮忙按个赞 或按订阅 收看我们的影片介绍 下次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